這是中國時報的這個民調 如果馬英九先生跟蔡英文女士 實際上大概只差了5% 宋楚瑜先生是從最高點的 9月到9月20號變成11.3 可是這個馬英九先生跟蔡英文 5% 5%在所有的統計裡面 也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翻盤 完全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我看了不是5% 我看了是 你剛才回應30秒鐘事件 我剛才覺得本來是贏的 為什麼變成 民進黨本來是贏的 為什麼變成輸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回應嘉欣講的話 我支持她的話 其實蔡英文在全民調的時候 她擔心說會不會藍營的人 票支持許信良 讓許信良變成代表民進黨出來選 我說不可能 同樣的情況 綠營只有少 我跟文嘉跟綠營很熟 綠營只有少數人會繼續連署 大多數人是不會參與這個連署的 所以 不會連署宋楚瑜先 不會 所以未來連署就會回歸成基本盤 就是說你真的認同你才會去連署 這點陳正恩先生 如果照中國世報的民調至少有10% 10%就是130萬的連署 這已經穩超過百萬 這個時候用現在的民調數據來論述或推測 選舉日那個時候的情況 我想言之過早 因為民調真的是民意如流水 現在只能夠當參考 綜合剛剛各位的論述 我提出幾點說明 剛剛輝文不錯 我認為輝文剛剛講的是很中心 他並沒有騙談任何一方 但是誰會當選 誰不當選 沒有到最後關頭 誰都無法論定 這因此之故 獨立參選人宋楚瑜先生會參選到底 因為誰會當選 誰不當選 這個無法在選前就做論定 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宋先生所吸取的選票到底是誰 老人講從歷史的民調很清楚 從綠的跟藍的支持者當中 吸納過來的選票吸納進來 這三股勢力變成宋先生的民調的數字 事實上是這個樣子 不是宋先生出來只拉走藍軍 而沒有拉走綠軍 所以佳青剛剛講說 綠軍實在是真的會剉的蛋 不是宋先生出來 一定對蔡英文有利 不是這樣子的 最後我要回應的就是說 到底誰在支持宋先生要來連署 老人講到目前為止 藍營 馬英九首領導 他絕對不會去號召 說去支持連署宋楚瑜 同樣的 民進黨也不會這樣子 民進黨甚至下令所有的黨工人員 不准去連署宋楚瑜 民進黨還有下這道命令 藍營當然就不必講了 所以誰會來連署 同樣的我還是要跟各位講 對馬英九不滿的 對蔡英文不放心的 那些要走中道理性道路的人 會一起來連署宋先生 剛剛的民調我們有做參考 說有10%的人會出來連署 如果要這樣推算的話 大概有130萬 我們當作參考 但是我們真的要努力 連署工作背絕艱辛 老實講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真是從明天開始才要擺攤 因為明天開始才的中選會 合作我們要開始連署的日子 一共只有45天 一天要連署大約要25000份 高難度高難度 可是在45天之內 大家就可以見真章 而且這個持續到115天之後 那麼所有的這個選民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已經這個決定的情況 我們公平的說 電話民調說你要不要連署一個人 跟你實際上面 你要知道現在全台灣是400個連署點 那什麼意思呢 可能一個鄉鎮市只有一個連署點 就我要去連署的話 我可能是要搭車搭個一兩個小時 然後才能到那個連署點 然後去連署那一張 我覺得電話民調的回答很輕巧 跟你實際要去行動連署 坦白說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其實有幾項民調 都顯現出來了那一個表達意願 跟你實際行動之間的差距 舉例來說 問說要不要參加紅三軍的行動 比例很高 但實際上面有參與的人 到最後比例是很低的 同樣上一次表態要支持宋楚瑜 這個不但是表態支持 這超過五成 而且表態說要去連署的 那是四成 可是最後實際上面連署的 大概是100多萬分 最後實際上扣除掉 這個重複的只剩下95萬分 所以我必須公平的講 其實要講說綠營會發動 我知道很多藍營的人 很焦慮這件事情 可是綠營要發動有一點 就是說它必須要很秘密 秘密到說大家都不知道 我覺得像這種情況 其實是很少的 你知道人的行為 要跟自己的意向 有這麼大的差距 其實是極少數 我不是說完全沒有 但它的數量會少 但有一種情況是說 我強力發動 比如說支持我的電台 在廣播裡頭大力的發動說 你們趕快去連署 對不起 消息就傳出來了 因為你要用這種方式 來動員的話 消息一傳出來 反而對於民進黨 對宋楚瑜都是扣分 所以我公平的講 我覺得綠營會不會有人去連署 有 但比例高不高 我認為比例並不高 所以回歸到最後 現在反正宋楚瑜已經是參選到底 而且我認為真的是 就算沒有100萬分 因為100萬分真的是高難度 我們要公平的說 25萬7千就可以參選到底 對 如果說有超過那個門檻 我認為宋楚瑜就要參選到底 然後大家來一個公平的競爭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社會大眾講 也不用在什麼 什麼什麼範欄 或者是這個是不是誰影響誰 大家各憑本事 各拿自己的政見 或者拿自己的政績 誰不行你就選誰 誰不行就把它淘汰掉 可是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那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如果民主選舉完全是靠 所謂政績政策 作為選擇的依據的話 那麼民主就是一個 超進化文明的產物 我們會有激情 我們會有判斷的盲點 所以所有的政黨 政治人員 都知道說 除了理性的判斷之外 他還有其他的很多 可以介入的 可以操縱的東西 我嚴格的挑戰 親民黨的連署的正當性 連署在民主國家 對於獨立的候選人 他是一個跟陳選民之間 一個非常神聖的雙向承諾 我仔細在觀察昨天 親民黨的副總統的參選人 林教授 他還是說 如果沒有100萬票 我們就不選 緊吊帶子 我不隨便 確實說這句話 所以我覺得宋審長的策略是 實體連署是一回事 空氣連署 所以媒體連署更重要 我直接挑戰 一個獨立參選人 他的正直是他最重要的什麼 政治道德武器 因為大家對第一勢力 第二勢力的厭惡 就是你們不夠正直 你們很聰明 但是不透明 如果這個號稱第三勢力 也是一個很聰明不透明的話 那就不要老是自稱自己是第三勢力 我覺得宋審長身邊充滿了這種人 叫做生產罐頭掌聲的媒體商人 一大堆 這些人聲音很大 在媒體上不斷的串聯 電話也打了 下個禮拜也要吃飯 沒有吃的話你找我 你找我 我已經聞到那個香噴噴的魚翅的香味 媒體人做評論可以有立場 你要藍 你要綠 我不想藍 不想綠 通通沒有問題 但是背後請務必乾淨 媒體評論是一個什麼 你的信仰所做成的一種行為 而不是什麼利益誘導的行為 投機的 投機的 我嚴格譴責這個 實體的連署 我一直認為宋審長還在猶豫當中 他不敢具體承諾說 只要連署過一票 過一張我就參選到底 來 所以你在挑戰還是 挺好講 我都挑戰 我們初步估算 這也不是我講的 是宋審的幕僚講的 大概一份連署要170塊的 可能成本 那假設按到他的100萬份好了 大家數學按一下要多少錢 我當然不是用錢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情 而是說宋審長 對於這個100萬份 跟只要多一份他的參選之間的那個 他在操縱那個什麼 可能性 我不擅長爆料 但是我知道宋審長去拜託了很多人 包括雲林同鄉會的 稍稍再針對這一點 我們稍稍回來 你剛才直接了當的就問 宋楚瑜先生 是不是除了玩選舉之外 是不是連連署還在玩 這是最簡單的語句 我們稍稍回來歡迎觀眾朋友 同時TVBS的民調也出來 要邀門家先生 直接老當的請教宋楚瑜先生 除了這個大選之外 是不是連連署也在操弄完 鄭氏姐 我當然斷然否認 剛剛文家兄你這個論調 宋先生是很誠誠實實的 在參與這一次的選舉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可憐 沒有跨過5%政黨門檻的 一個獨立參選人 所以我們狗不理中 要參加這個連署 才能夠取得候選人的資格 我們是很痛苦 你不要把我們的痛苦 當作你要消遣的 講的那些好像親民黨 充滿了他那個 很香噴噴的魚翅味 我告訴你 親民黨是一個很可憐的政黨 我們現在每天在籌的是 柴米油鹽醬醋茶 我們的魚翅 那簡直是天方夜談 不過很佩服你的想像力 不過親民黨雖然窮 親民黨絕對有志氣 親民黨雖然缺乏 柴米油鹽醬醋茶 但是我們執政之後 我們會帶領台灣 能夠追求情緒書畫師酒花 的人生的理想 我們很窮 但治不窮 所以請用正確的眼光 用健康的態度 來看待宋楚瑜的參選 千萬不要用這樣污衊的心情 來看待宋楚瑜 宋楚瑜是規規矩矩 誠誠懇懇懇懇在參加選舉 不是在玩選舉 還有你剛剛有一句話 事實上昨天晚上 韜哥已經問我了 宋先生 只要通過連署的門檻 一定參選到底 我已經門檻 只要通過門檻 一定參選到底 你剛剛強調 這裡楊文嘉先回應 陳正正先生說 你剛剛不要用污衊的言語 來羞辱宋楚瑜先生 或者提到魚翅 那麼到底是什麼魚翅講清楚 大家也聽不清楚是什麼 已經很多媒體人 最近都接了宋審長的電話 宋審長本人 親自打電話給他們 也邀願下個禮拜 有個媒體的參會 你就參考 是不是吃魚翅我不敢保證 但是過去媒體評論圈的 所謂魚翅業 對這個產業的公信力 造成非常嚴重的傷害 任何的魚翅香味 都應該遠離評論的空間 我不污衊親民黨 我更不污衊宋審長 我過去對他的評論 有包有扁 有譴責也有期待 所以是誰在污衊 我覺得是你在污衊我 如果連我一個中性的評論 都要被你打成所謂污衊的話 我不知道你心中的中間路線 到底是怎麼個中間法 宋審長的參選 他口口聲聲說 中道 中性 中間 可是我看到很多都是極端的手法 老話一句 哈維爾總統告訴我們的 極端手法不能促成中間路線 你或許認為說 我們缺乏很多財務上的資源 那您也說對問題 但是您也說錯問題 就是因為缺乏財務的資源 才更要堅持什麼 道德的資源 那個偉大的人民覺醒的力量 可是你有珍惜這個嗎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話講得吞吞吐吐 你的話也說聽起來 比國民黨還要國民黨 還憑什麼說我不是加變 根本是變種 不是加變 是國民黨最邪惡的突變種 竟然在所號稱第三勢力上面看到 我以前夠綠了吧 我今天希望把我的政治色彩降到最低 是渴望在這場選舉一定藍的更藍 綠的更綠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少數的人 守住一些客觀的中立的價值 我提醒你 這個價值不是隨便說中間 就變成你的 人民在檢驗 藍沒有關係 綠沒有關係 請基於事實 基於是非 基於道德 這次先請回應 給我同學的時間 第三勢力 反而變本加利 來 你假如一定要 硬要說親民黨宋楚瑜出來參選 就是藍軍的加變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馬英九沒有把我們當作自家 現在要走中間理性的路線 硬要說成藍軍的加變 我告訴你 我用一句話來說 親民黨有親民黨從高度的理念 親民黨雖然很窮 但是我們自不窮 親民黨有我們懸定的很高的目標 要超越過去藍綠的惡鬥 特別是在藍軍執政之後 並沒有辦法扭轉國人 對於藍軍執政的那個理想的破滅 並不能扭轉這點 到底我們參選 我剛剛已經講得這麼清楚了 只要連署過基本的門檻 就會參選到底 你硬要就說我們好像在玩 我們不可能說 只要過門檻就參選 我在第三度的說 親民黨只要連署過關 就一定會參選到底 這條路已經走上去了 這條路不可能有回頭力 三秒鐘就好了 這句話請宋審長親口說 不是你在幫他 是自己公開說的 對不對 代理 代言 那我也三秒鐘 請馬英九公開來執行 不是楊文嘉來執行 這什麼意思 我當馬英九執行什麼 宋楚瑜我當地提升到馬英九 你去找馬英九代言人找我幹什麼 這已經是過了頭了 這完全是兩回事情的 這是過了頭了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有些人他有很明白的政黨利益的色彩在背後 嘉青代表民進黨發言 陳正正代表親民黨 那我覺得我不去跟你們計較 你們所代表的那個政黨立場 可是評論者背後有沒有那個 就你可能有你喜歡的政黨 可是有沒有那個政黨的利益色彩 我覺得有的時候我們也應該要點破 可是回過頭來講 其實對於宋楚瑜到底要不要參選到底 我必須說現在有承諾矛盾的問題 因為宋楚瑜跟林瑞雄都是講 一定要脫過100萬的連署 他才要選 陳正說只要過了門檻 那是25萬7千 那不是宋楚瑜先講 那他說一定會選到底 萬一不到100萬 承諾相互矛盾的時候到底要怎麼辦 因為如果說是聽陳正勝的 那宋楚瑜跟林瑞雄 不就是承諾跳票嗎 如果說是聽宋楚瑜跟林瑞雄的 對不起這邊又信用破產 所以我們現在在參選到底這件事情上面 是根本沒有辦法評下去的 因為我們一評他就講說 彭諾彼此之間是相互矛盾的 這是宋楚瑜先生必須要回應的這句話 我不是要過100萬連署 這麼多人的期盼 環境也在變 剛剛有一些朋友說什麼之前那些 還停留在以前連署那種舊思維 綠的朋友尤其要打破 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說 打個心來優手 第二個 剛剛林瑞雄 不是涉入那個口水 大家注意 清兵黨會用什麼手法 來處理這個事情 記得連史磊先生他們在做什麼嗎 他們那時候拿出1185678 就這樣就糊弄掉我們 就拿一張紙出來 我先把清兵黨的伎倆 先講說因為我小人 我用小人之前 會不會到即將11月多 快要送連署書的時候 也拿一張紙出來說 我有60萬份 我有70萬份 那時候我不選 有沒有這種可能 還有沒有一種可能說 發生過一次 對 有沒有可能說 我準備40萬份拿給中選會 然後說你看我 我抽屜那邊還有60幾萬份 但是我送40幾萬份 為什麼 因為我要躲白色恐怖 有沒有這種可能 最後我要講 昨天濤哥的那個點 一定要重複一遍 怎麼說 選到最後 不必以大局為重 什麼2000年 2004年 南天8年 剛剛陳文宇都講過了 我都會背了 我記憶力還不錯 我都會背了 都不要再講了 不要都跟我講說 大家含淚投給馬英九 票投 清兵黨的立委的票 投給清兵黨的候選人 不用來這一套 既然你不認為是藍的 反正你以前也是藍的 你現在不是藍的 那你就無所謂 就到這邊為止 以後都不要再談了 什麼國民黨那些250 什麼穿梭的 GJ協調的 也都不必了 昨天已經過選了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大家講清楚 用選票來競爭 不用誰欠誰了 我們前面看到了 這個遠見跟 中國時報的這個民調 接下來是TVBS的民調 稍後2100全民開獎公布 那麼再回來 同時也會針對 目前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 蘇嘉全先生 一連串的爭議 那麼到底說 這是對他的人格謀殺 還是他是違法濫權 我們稍後也歡迎觀眾朋友 來關注這個事